在基隆地方法院前面的東明路、東信路以及重法街路口 由於從東明路往東信路以及培德路方向行進這個路口時 因為地上劃設有右轉標線 但是一般機車騎士和汽車駕駛人都認為這裡是執行道路 交通耗制也沒有特別的右轉指示燈 很多人都不會打右轉燈 因此容易被檢舉吃上罰單 有一個分歧就是左轉重法街然後右轉到信義國中 那一般人都會覺得說我就是執行嘛 那到這個路口的時候也是執行 那執行之後卻這裡應該有一個右邊的指向線 那你沒有打方向燈的話就被開了1200的拔單 所以說我在這裡呢要建議我們警察局的交通隊 跟我們市政府的交通處能夠來研議辦理 把前面的右轉指向線改成執行的線 這的確是一個紅單陷阱 我們希望市政府要加以來去做改善 那第二個來說的話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東明路的路口雙白線的部分 因為它的左轉是專用道 所以很多的民眾也因為這樣子跨越了雙白線 然後導致被開單的這個問題 我們也希望說市政府以及我們警察單位 可以一併來改善我們這樣的一個交通問題 那再次的感謝我們議長也感謝我們市長 那非常的關心市域的這個提案 因為你看現在上面它是綠燈 但是它沒有打右邊的方向 所以民眾只看紅綠燈 不看地上的標示 所以導致都會被開單 被檢舉達人開單 沒有檢舉達人去檢舉 然後反而被開單 然後導致呢 這邊常常會有民眾的就是 誤開因為就是感覺是直線 但是我為什麼又要打右邊的方向燈 就會覺得很奇怪 那我的服務處呢 平均一個月大概四件 那其他的議員呢 我想是每個月也是都會有民眾來 抱著不滿的心情 就是說我是直線 我還要打方向燈 而基東市議會議長 童子偉和信義區四位市議員 一樣都接獲民眾的陳情反應 所以邀請市政府交通處 以及警察局交通隊等單位 一起到現場會刊 交通處也將在這兩天 塗銷右轉標線改為執行標線 改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四位議員都非常關心這個路口 那這個路口其實我們 我們剛剛看了以後 我們認為這個不應該 交通處跟交通隊警察局 不應該用道路的設計 還有標誌標線的一個失誤 來讓我們的民眾接受裁罰 那我想這相關的陳情 我覺得應該交通隊還有交通處 應該立即來改善 因為這個路口你看 紅綠燈這麼接近 讓一個小小的陷阱 讓檢舉達人 有新的民眾 來特別一直檢舉我們的民眾 所以我覺得這個道路的設計 應該重新規劃 那我們也要求交通處 標誌標線 今天我們會刊結束以後 就可以立即來改善 我們在禮拜五前 我們就把這個 右轉箭頭的標線 改成執行的標線 然後也讓整個車流 更加順暢以上 市政府交通處也發揮超高效率 會刊之後的當天晚上 就已經把地上右轉標線 改為執行標線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就被突然變成太陽 有條件明燈 有條件明燈 來看 你布